庚子年選出來的總統艾瑞里有 是不是 敬平 庚子年選出來的總統 當然這個只有在華人的時候 才會講到什麼庚子 天干地支 現在看起來龍婆預言好像蠻蠢的 對 這個龍婆預言 當然是跟這個傳統的 我們在講這種天干地支 庚子 結合在一起是有點抽巧 大家可以輕鬆一下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比較正式的新聞 大家會講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故事 有點好像聽起來蠻特別的 這個是這個 今天自由時報其實有登 昨天外電影集有報導 這個美國的密情局 就是他們的這個維安特勤單位 他們已經開始準備把這個拜登的 他的保護層級 從大概二三十名的密情局幹員 提升到五十 甚至超過五十人以上到百人 那所以他們把他的保護升級 然後甚至美國的這個聯邦航空總署 他們已經把拜登位於這個威明頓 他們的這個家鄉的上空 化成這個禁航區 連無人機都不能靠近 代表是什麼 就是說把拜登視為有可能 是下一任美國總統 不敢大意 雖然現在還不知道到底是誰當選 那因為兩千年我剛剛講過 曾經發生這個狀況 當時高爾是民主黨的這個候選人 他同時也是副總統 所以就把他用副總統的規格去保護他 而當時的小布希就把他當成首席 主要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的這個規格 以加大警力去保護他 所以後來最後小布希當 就狀況這樣 但我現在講到這個密群警為什麼要保護他 難道怕拜登出了什麼意外嗎 當然第一直覺會想到說會不會被遇刺被暗殺 歷史上有很多 我也等一下跟大家很快的說明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大家看到78歲的這個拜登 我們一直之前在講龍婆的預言說 大家輕鬆一下想到龍婆這個已經過世的老人家 他的預言好像都其實滿神準的 曾經預言成功這個911這個恐怖攻擊事件 還有南亞大海嘯等等這些甚至日本311的這個這個大地震 那他說一一這個2020年之後的美國總統 他其實當時那個預言 龍婆預言 那個他必保加利亞的龍婆預言 他們並沒有寫到說是川普還是誰 他哪有那麼厲害 預言不會那麼仔細 他只有講到說2020年之後的美國總統當選人 他可能會死於這個特殊的這個疾病 或者是反正就是病故啦 就是就是這樣一個狀況 可能當選了之後就會出事情 然後大家那時候才會想說因為會不會聽到說我不要當選好了 美國的主流媒體因為很討厭川普 所以就把龍婆的預言拿出來 不斷的去報導 而且龍婆當時講得很細 他說他是染上怪病之後 導致他失衝跟腦部殘疾 所以當時大家就想是不是川普 所以記不記得川普在選前得到了那個COVID-19嘛 然後大家就美國主流媒體就把這個龍婆的預言翻出來 說川普的龍婆預言成準喔 會不會川普得了這個怪病失衝腦部怎樣怎樣 大家就一直把他被龍婆那個不能說誤導 就一直認為是川普 結果搞了半天搞不好會不會是拜登 如果這場選舉當選 本來就有這樣 我不是詛咒他 對不起 那個支持拜登的不要來罵我 可是那個美國人就是好像過去也是每四年 什麼就會有槍擊的總統 這個我就跟那個高敏鳳姐 謝謝你點出來這個梗 我就趕快跟大家講 一八四零年 我就不要再拖時間了 一八四零年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預言是主要來自於這個印第安原住民 因為他們的棲息地被遷徙到 從俄亥爾河谷 遷徙到這個今天的這個奧勒岡州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他們裡面有一個酋長 叫做這個特庫穆賽 後來就有一個特庫穆賽詛咒 當時還有一個印第安的這個先知 叫鄧斯科瓦塔瓦 這個先知後來他們就在一八三六年病逝了 一八三六年 他就說等到一八四零年 當選之後的美國總統 每隔二十年後面尾數有一個零 那他可能就會在任內死亡 那甚至當時傳出來一個地方 他們這個傳聞就是說 跟每六十年 對我們這個華人來講說 是每六十年就是跟子年 就會美國總統就會出世 比如說一八四零年 我剛剛講的這個就是威廉亨利哈里遜 那時候他這個一八四零年當選 可是你知道他這個總統很奇怪 一八四零年當選 一八四一年他就職的時候 明明二三月 美國那時候華府地區就已經很冷了 然後他就在外面 就是那個戶外進行戶外演講 而且一演講下就一兩個鐘頭 大家都冷得要死 冷得直打多索 然後這個寒流下雪 結果他還是老兄講了 這個神采飛揚的這個性智勃勃 結果沒多久呢 他就因為這樣子染上了這個風寒 後來惡化成肺炎 然後因為這樣的狀況呢 他成為這個第一個 就只一上了一個月就掛了 他在病故啊 而且他是因為這樣子 得到了這個肺炎感冒 然後就這樣走了 那後來在六十年後 一九零零年呢 這個當選了威廉 這個麥金里也有人翻成 麥金來這個總統 他在一九零一年 當時他去出席 美國紐約州水牛城 一個這個音樂博覽會 泛美博覽會的音樂盛店 在那個場合 他跟一個假裝是 他的熱情的支持者 叫喬哥斯握手的時候 沒想到他在他的外套大衣裡面 藏著一把左輪手槍 趁跟麥金利握手的時候 就把他給幹掉 所以他是遇刺身亡 然後再過六十年 是一九六零年 當時的這個甘乃黎 大家就很清楚 年紀很輕 你看這個是六十八歲的 哈里森 五十八歲的麥金利 那四十六歲的甘乃黎 他在三年之後 他是一九六 我們是講當選的那一年 是六十年 剛好一九六年當選 他三年之後 他再去德州達斯的 這個敵力廣場之後 大家都知道那個紀錄片 坐車一經過 那就在他旁邊的一個 這個當時的州立的教學倉庫 裡面的六樓的一個窗戶 然後就被暗殺 那兇手到後來 也傳出來死亡 但是都還是一個謎 到底是真正真凶是誰 真相到現在在美國 還是成為一個這個 非常神秘的一個檔案 那每隔六十年 一九六零年之後 六十年是什麼 現在就是二零二零年 所以二零二零年 不曉得拜登 會不會像龍婆講的 有感染上了什麼病 然後會在任內 發生什麼狀況 週末晚間九點 進行鎖定 正知道了 週末版